截止1月21日24时 我委收到国内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440例 报告死亡病例累计9例 新增3例 全部为湖北病例 报告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49例 收到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 泰国通报确诊病例3例 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目前最终到的密切接触者2197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765人 上有139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专家研判认为病例主要与武汉相关 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 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疫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 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 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当前政治村运人员流动性激增 客观上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和防控的难度 绝不能掉以轻心 要高度警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